Layu聊世紀 天天有個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 阿拉伯比賽 好現在來介紹一下 大約10點鐘方向 藍方的玩家是道特 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 那法蘭克很少在這個職業賽出現 最主要是現在有喬治亞 跟其他的馬國 作為取代了 但法蘭克來說他也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文明前期的經濟 非常好有這個吃果加速 而且還有天生的20% 騎兵加成 封建時代的刺猴血量都會比對手 還要多但是對方只要 點下品種可能會打輸 那法蘭克人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192遊俠就是 法蘭克人血量可以高達 192滴血 後期也會免費送給三級 英龍 但還是要多靠這個不騎作戰 遊俠加上槍兵 作為主力 他的攻兵路線 戰毛兵的話是有點薄弱的 所以遇到需要使用戰毛的時候 通常是已經GG了 後期也可以轉火槍跟火炮 進行反制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約出生點位 四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是丹尼爾 丹尼爾 丹尼爾他這邊選的是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特色是 種田的速度是遊戲一面 數一數二快的 我記得現在是增加15% 變成原本的趴數了 記得有一段時間是改成10%而已 斯拉夫人的步兵是非常強大的 他的王家四重可以讓步兵單位造成真實傷害的擴散傷害的效果 就是這個擴散傷害是不用經過防御扣減的 直接打出來就是增傷 非常可怕 斯拉夫人的騎兵路線也是可以用的 擁有大落馬也有重裝騎士 但是沒有遊俠 如果需要用到騎兵路線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大落馬跟這個寶兵單位 貴族鐵騎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斯拉夫人的工程器也是比較便宜的 大衝車啊重頭啊或者是重型弩炮 都是造價比較便宜的 而後期也有工程工程師 整體打起來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跟騎兵跟工程器路線的 工兵路線的話 馬功的話可能也不太能用 因為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用起來有點尷尬 但是城堡時代還是可以考慮打奴兵路線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阿拉伯的地形 那地形的部分 看起來Daniel這邊的地形是還不錯的 後面有黃金 而且另外附近也在後面 這裡還可以開個城鎮中心 蠻舒服的 但正面的部分可能不太好圍 而且有一塊附近在前方 正石頭的話也在正前方 要小圍的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裡稍微過來一點 這裡直接圍過來圍一個正面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道特這裡 道特 道特這邊是 右邊看起來還可以 但是木頭的話比較尷尬 只有這兩片會比較安全 右邊的話稍微距離遠了一點 除非有圍死的話 不然這兩片木區是會比較難開採的 那他的黃金的部分比較尷尬的是 是在正前方一塊 而且兩塊附近都在正前方 這個情況對於道特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目前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打的都是18匹 偷織布的一個策略 偷了一個織布技術 升到封建時代才提升織布技術 那戴妮爾這邊也上去了 提升了一級伐木 這邊是沒有偷織布的路線 好這邊赤猴開始補 道特後面房子開始也補下了 好房子要記得補 這個封建時代 常常會出現事情就是忘記補 好這裡有一隻野豹 有點尷尬 被抓了幾下 血量有點殘了 好兩邊互打之後 騎士拉走 不是騎士 刺猴拉走 等不前看起來血量來說 是Dania 這邊稍微劣勢一點點 好右側果然要圍好 小圍的話從右邊這邊開始圍 槍兵互打 好家裡還有一隻槍兵防守 前期的弱馬騷擾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繼續護戳 那看起來是要 破不完了 那現在法蘭克人可以考慮轉射箭場 如果要打封建的話 這時候補射箭場是一個不錯的時機點 那如果沒有要打的話 就趕快把家裡圍死會比較好 好 那Dania這邊也可以考慮轉一下射箭場 如果要打封建的話 而且這裡有挖金喔 所以這邊其實蠻適合去補的 好這隻村民可能有點危險 道德直接上去一吃 一隻槍兵吃掉 後面這隻槍兵也吃了 六隻肉馬血量非常多 每一隻都是有54滴血的血量 這就是法蘭克人在前期的壓制力 非常強大 這個效果就有點像是在玩馬扎爾的一樣 有折扣上的優勢還有異貢加成 所以法蘭克人喔 在實戰中還是可以用的 並不會說是被完全淘汰的文明 只是他的打法中後期比較容易被克制住了 好 道德這邊是補下了工兵 工兵路線 黃金開始挖 好不按肉麻了 但是按工兵 工兵開始要給對手壓力 然後這邊Daniel 這邊看到工兵出來 馬上也補了一個射箭場 你轉工兵 我就轉射箭場 這個反應相當的迅速 好這邊再繼續圍牧牆 喔這邊差一點也沒有圍好 好工兵過來 但這個應該是能修好 燈刺猴還在努力輸出 總共點掉後面那隻槍兵 好這裡點下來一擊一射 這邊的部分再稍微微一下 好打不進來 毛兵一出現 直接逼退了工兵 道德這邊按了三隻工兵 沒有繼續要補工兵的意思 可能還是要走騎兵路線 看一下家裡有沒有補馬舊 好補了一個馬舊 那就是走騎兵 雙騎兵 然後待會身上去開一個城鎮中心 跟一個修道院 所以這邊木頭產量要先穩定下來 存一下木頭 但丹尼爾這邊是已經先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兩邊互打結果 看起來是道德這一波要送掉了嗎 結果是丹尼爾這邊有點小小的 送掉自己的肉 就是丹尼爾的騎士出來之後 把道德的輕騎兵 還不是輕騎兵 這個赤猴給逼退了 好但丹尼爾這邊居然是走馬宮 剛才在說 丹尼爾這個文明 走馬宮不是那麼的適合 因為後期沒有三級射 結果就走馬宮了 但丹尼爾並沒有因為自己的文明 有馬宮限制關係 就不打 而是選擇城堡時代還是嘗試看看 好安息人戰術跟母子魂都沒有喔 所以城堡時代暫時用馬宮 到了帝龍時代還是要轉步兵跟騎兵 好合起伐木給補下 法蘭克人這邊就 就可以考慮要不要轉戰毛兵喔 那我覺得以法蘭克這個文明來說 繼續出騎士可能會比較好 如果你是手術比較沒那麼快的玩家 可以考慮用戰毛防守反擊 然後騎士騷擾的路線也是相當適合 但是這個打法在前期是很難成立的 因為你要先穩住3TG的肉量 才有可能講出要打出剛剛我們說的那種配兵打法 那現在配兵還是要先做騎士為主力 要後期 不是後期 這個大概30分鐘左右 再轉這個戰毛兵出來 擋這些馬宮喔 好有了幾馬卡的話 稍微能坦 現在丹尼爾的馬宮是要來到了11隻 這個時間點就是要穩住馬宮的數量 好 騎兵鎧甲還有15秒左右的時間 好 4秒鐘 準備升級上去 好 殘血的騎兵放在家裡 用森鋁去浮血 這個是道德騎兵打的細節 這邊打得很好 好 但是家裡並沒有戰毛兵的話 能夠守得住嗎 那裡都是殘血的騎兵 要特別小心 好3TC繼續趕快運轉起來 這裡騎士想要嘗試突破這個牧場 應該是有困難的 這個TC往外蓋 結果這裡有一隻村民在這啊 OK 找到了一村 這隻騎士會被著想掉 來不及取消 好 最後被招想掉了 好 又拉了一隻騎士過來 一刀砍死 好先把這個叛徒解決掉 後方的馬宮 開始做個拉打 導特這邊用殘血的騎士 抱了一坨騎兵出來 開始追趕這坨馬宮 這邊馬宮已經點下了品種關係 所以現在不太容易出現死傷 所以現在不太容易出現死傷 要是這裡沒有點品種的話 應該是會再少了一兩隻的這個馬宮 好馬宮這邊血量很殘 拉到城鎮中心 稍微做個血防 馬宮開局其實對於沙夫來說並不是這麼有優勢的 雖然他農田運作效率很快 但伐木是沒有任何的加成 所以木頭前期可能多配一點木頭 夠可能少配一點 才可以平衡這個馬宮路線 好 丹尼爾這邊果然受不了 還是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如果不轉槍兵的話 法恩克的騎士會過得太舒服 好 生物的部分 導特已經撿得差不多 現在已經撿到了一顆 好 自撿了一顆 結果是兩顆丹尼爾拿下 這個聖物本來也想撿 但是第一時間聖女被點死 這個聖物順利的搬回家了 好丹尼爾強兵趕快補 凍裝長槍兵 正在量產當中 好 聖女再過來招翔 有機會嗎 招到了一隻 第二隻也招到 兩隻騎士直接叛變 這一波導特有點小傷 加兩邊的軍事單位 是差不多的 好 奧特這邊是2400的 軍事火力 安尼爾這邊只有1800 1700 好 左邊騎士再過來 馬功這邊高打低打得非常舒服 開始逆轉了 戰損平衡 好 最後兩邊的戰 軍事價值都來到1.8 好 好馬功這邊有拼動之後 馬功存活的能力變得非常好 但是還是要靠槍兵擋住前線比較OK 一直用馬功去扛 扛這個正面的話 其實還是很容易突圍成功的 好 丹尼爾這邊點下了手錐車 倒車手錐車也補下 兩邊都補經濟科技 補好補滿 好 這裡也補殺了 好 這裡直接點下 低級的步兵鎧甲 扛下 槍兵有點死的有點快 這裡馬功開始有點無力 但是還在努力按馬功 奧特這裡補下了前程科技 稍微抗一下招翔 不然那個招翔有點麻煩 一直被招掉 在前線補了一個修造院 安妮爾這邊意識到自己的聖女數量太少 沒辦法給到倒車這邊太多的壓力 那現在要守住正面的話 可能還是要趕快挖一根城堡出來 因為沒有開始挖城堡的話 要是倒車這邊開始擦折扣城堡 往前壓的話 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可以扛得住 倒車這邊的騎士壓制 配寶萃的打法 所以 丹尼爾這邊要嘛就是槍兵多一點 要嘛就是馬功再繼續多一點 不然就是僧侶再多補一些 給他更多的壓力 這裡馬功遇到投石車 要拿走了 好 騎士嘗試招降 最後招到了一隻馬功 兩隻生鋁努力招 但是第一時間被投石車打斷 騎士上前第一時間輸出前放的生鋁 最後只招降到了一隻 後面兩隻生鋁還在招 但是倒特不想被招降的關係選擇拉走 但是往後拉最後還是被招降到了兩隻騎士 最後三隻騎士叛變 倒特的騎士數量現在明顯不夠 軍事數量也是有點 划不敵重 丹尼爾這邊正面的手非常漂亮 後面馬功繼續輸出 但是兩隻生鋁開始進入CD時間 馬功要退 生鋁沒有退 結果生鋁第一時間還是被擊殺掉了 後面叛變騎士努力拆掉這台投石車 最後順利留著下 後面馬功開始數量成型起來 這一波打架之後 倒特的正面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現在凡人客人要打贏馬功配槍兵的打法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補射箭場 這個戰矛兵的路線會比較適合 只要出個戰矛 馬功、生鋁、槍兵都能解決得掉 這樣出騎士的話 有點難打 結果寶是壓在自己的家裡 沒有往前壓制 後面的馬功開始無情騷擾 正在蓋寶村民們 這邊聰明每射一下都是殘血 剩一滴 有點尷尬 但這裡不能再上演倒特寶 最後神寶蓋好 打工不敢出去嗎 還是出去一下吧 這邊吃到的劍士數量有點多 投石車又出來 其實也被收掉 看起來 這波是打出了一些東西 現在軍事單位 倒特只有490 但是丹尼爾這邊有2000多 軍事打得很兇 而且還可以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是斯阿芙的種田之力啊 但這些馬功一直沒有點彈道學 有點微妙 但是馬功很努力的在騷擾當中 數量上已經開始下降到了 只剩下不到10隻 好 法蘭克人這邊繼續轉騎士 帝王時代還需要點時間 農田的話可能要再多補一些 好 這邊丹尼爾也補下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4TC 農地王 後方的一隻戰毛兵 在騷擾的這些村民 好 道特的正面圍得蠻漂亮的 下面這邊出來開挖 黃劍的部分有點開採過度 現在缺的不是黃金 而是食物了 好 更多槍兵走得出來 那法蘭克人遇到這個槍兵路線的話 帝王時代待會再轉個火槍 可能就還可以搞定 不然就是轉指輔兵喔 但是對方走馬功路線的時候 走指輔兵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血像 所以火槍兵可能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路線 好 槍兵過來 直接撞城堡 這槍兵完全無視有城堡的存在 好 好 這槍兵死傷的速度有點快 殘血騎士要拉走嗎 好 砲碼輸出一下 最後 道特是生了帝王時代 但是 艾尼爾 已經提升上去 要來轉騎兵了 走得還是重裝騎士的路線 想要把自己的選球滾到最大 但是跟法蘭克人偏騎士的話 有機會嗎 好 這邊想要蓋一根高地堡喔 感覺蓋的有點出去了 好 騎士開始從左側地方 慢慢量產起來 墊兵了重裝騎士還有30秒 現在騎士數量還沒有完全成型 好 這裡騎士抓到了挖金礦村民 這裡出來開採居然還沒有蓋城堡 好 重裝騎士 動物體升上去了 好 左右兩邊都有騎士正在交戰當中 但是 丹尼爾的騎士一直在下水餃的感覺 而且三級馬卡也沒有點 這邊應該是在猶豫要先點二級攻 還是先點三級防 那以現在的情況上來講 先點三級防可能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畢竟你的騎士還是要衝到人家的城鎮中心裡 進行大波的騷擾 所以點三防的話 應該是不用猶豫才對的 好 那丹尼爾這邊是補下非常多槍兵 再來防一下法蘭克的遊俠了吧 那法蘭克的遊俠現在肉完全不夠多的關係 待會重裝騎士還是要撐一頓子 才有可能打出192遊俠 好丹尼爾這邊也轉出了大槍兵的升級 好 現在兩邊都有重裝騎士了 這些馬弓中午要 放棄了嗎 好 少量的槍兵 槍兵最後還是守住了 騎士衝鋒 到頭這裡點下三級馬鎧 三級馬鎧好了 但是遇到大量槍兵 暫時無解 怕水沒點的關係 現在火炮也出不來 火槍也是 遇到這些大槍兵真的是完全扛不住 但是這一坨騎士已經衝進去了 丹尼爾家裡開始受到了騷擾 丹尼爾這邊不甘失落 還是也把一些騎士 往一些支援點開始靠攏 好 到頭這裡擠出了一些支援 終於點下了化學 好 這一波 道特沒有轉戰毛兵的關係 現在槍兵有點無法無天 想砍誰就砍誰 這就是法蘭克的中後期轉兵的尷尬之處 轉戰毛也不一定守得住 而且還會被騎士砍爛 那不轉戰毛的話 只能用騎士硬扛這些疾兵 也是有點小小受傷了 好 到這邊開始補射箭場 化學只剩下10秒鐘 好 上方的城堡 這個堡應該是有點難夾住了 在城堡被兩個台巨型頭吸 攻城 但第三台沒有出來 槍兵已經戳掉了 防守的村民 火箱這時候慢慢量產起來 會有點太花時間 那現在這個情況 道特還是需要出一些騎士 去防守一下 一直往前騷擾的 啟兵單位 好 丹尼爾這邊開始想要省點支援 轉出了弱馬升級 現在三級滿海 二級攻都還沒有提升上去 有點太過於專心進攻路線了 好 這根堡蓋好 繼續控城 控這個黃金 到這個黃金可能會被控死 三點也布下了二攻 好 下方這裡村民想要來蓋一下 城鎮中心 要來挖黃金了 好 斯拉夫人這邊大羅馬提升上去 槍兵數量開始也慢慢累積起來 這邊開始往前戳 這個城堡能夠守住嗎 加尼爾四根城堡 順利拿下 第二座城堡 現在兩個座城堡開始被打破 火槍兵數量也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13隻數量 好 後面僧侶遭翔 後面僧侶遭翔 好 法蘭克這裡要考慮開始要轉槍兵了 不然黃金會消耗太快 現在洛瑪開始四處騷擾 正面的洛瑪直接往前收掉了巨型投司機 只靠火槍要守住這些洛瑪也是相當不容易 而且現在大洛瑪三攻已經提升 現在砍村民只要四刀 道德現在法蘭克後期的問題也開始顯現出來 要防止對方洛瑪用清洗兵也打不贏 只能靠槍兵 但這邊槍兵轉型也還沒有成功 而且現在連二級法目都沒有點 道德可能會因為這一波洛瑪而打到自己的資源炸裂 上面的大洛瑪也在奪現殺老 感覺丹尼爾應該是要拿下比賽了 丹尼爾這一波洛瑪開始五線往前衝 想要再抓一隻火炮 好像沒機會 OK這個火收掉 但是家裡的後方已經被這些大洛瑪砍砍到村民頭破血流 道德應該是沒有辦法再回弄了 上面的四台劇情投資繼續攻城 道德這時候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丹尼爾拿下比賽勝利 哇 法蘭克人果然後期的問題還是很明顯 後期的攻兵路線真的是很難成形 而且要轉步兵的話也要轉這個大槍兵 轉型之路也是相當困難 那丹尼爾這邊打得非常漂亮的是 先用重裝騎士跟法蘭克人打第一波 第一波打完打得55開之後 變成陣地戰 陣地戰再轉出大量槍兵守巨頭 守完巨頭之後 有一些資源之後再轉出大洛瑪 開始讓自己的農田15%的工作效率 打出更大的優勢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斯拉夫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道德這邊黃金樹雖然領先 但是其他資源都是輸了蠻多的 甚至木頭快輸了一萬 這個沒有點二級伐木真的差很多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再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見 按下星期見 我們下期見 第二波打得很不錯 我們下期見